美国总统奥巴马19日在白宫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双边会谈 讨论包括经贸、人民币币值、朝鲜、人权、人民交流以及台海等问题 在货币问题上奥巴马总统说 人民币币值由市场决定有助于中国扩大内需 可以达成美中双赢局面 他说 货币是许多问题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是过低的 中国政府强力介入货币市场 例如他们最近投注2000亿美元 显示人民币币值过低 胡主席承诺将继续走向基于市场的体系 虽然有一些行动 但速度并没有我们预期中的快 奥巴马总统几度提到人权问题 并说美中同意继续进行双边人权对话 胡锦涛则为中国政府辩护 他说 人权的普遍性原则 必须与各国的国情相集合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 正处在改革精神当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发展人权事业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将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早些时候 白宫以21响礼炮 在南草坪上欢迎胡锦涛 奥巴马总统以中文说出欢迎 胡锦涛表示 中美基于伙伴合作关系 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著白宫自身记者 埃德亨利分析说 这次澳湖峰会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12、3年来 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显示奥巴马政府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虽然双方不见得在每个问题上都取得共识 但至少在公开场合 例如白宫南草坪上的欢迎仪式 双方会强调共通点 这两个经济强国互相竞争 也彼此合作 也许私底下会有更多直接强硬 一来一往的讨论 典礼进行当中 四年前的尴尬场面并没有重演 另外经贸是澳湖会的四大议题之一 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刀 当天也会见了美中的企业领袖 讨论如何扩大投资以及贸易机会 与其同时 中方宣布了巨额对美采购协议 希望降低美中的贸易摩擦 星期三晚间胡锦涛与中方代表团 参加美方的国宴款待 这是中国领导人13年来第一次参加美国国宴 不过美国国会参众两月一些两党领袖并未出席 有分析说这凸显美中在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 徐崇伟的采访报道